十四岁 他立志杀敌暴国 咱们出去躺下去 不能当王国民国 抗战八年 他坚守在最危险的地方 一抬头就看到敌人的碉堡 以此失误让他遗憾终生 结果那时候呢 伤亡十几个 程学瑜 今年已经八十八岁了 平时在家 老人总喜欢翻翻老相簿 这里面有他珍藏了几十年的记忆 我们那个时候 所以能战赏日本鬼子 靠什么呢 就靠精神 人家又跑你没跑 人家又抢你没抢 以后也得靠 靠勇敢不怕死 就靠勇者胜 1939年初 中共北方局委员程子华 带领一支队伍来到冀中 帮助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进行敌后抗战 16岁的程学瑜 就在这支队伍里 来到冀中后 他一心想的就是上战场杀敌 但很快他就发现 在这里开展的对敌斗争和他想象中的有着很大不同 冀中那个斗争 你不是不能打地的 你怎么不让人打掉你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你这个回邮寄战 回机还要回邮了 这个邮也不简单 有时候你就邮不了 地上就 这个又是四名来了 又是两名了 又是一路来了 然后是袭击你 少当你 因为掌握一些文化知识 随后程学瑜被分配到冀中司令部 做起了参谋 每天几乎都在领导身边 负责消息传达 虽然远离了战场的炮火 但程学瑜很快意识到 这里同样也充满了危险 机关他不能直接打 是智慧部队打 而敌人呢 那首先就是想把你的机关打掉 冀中地处平原 不利于掩藏 面对疯狂找寻冀中司令部的日军 司令部随时转移 变成了常态 在程学瑜的印象中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不能舒服地睡上一觉 有时候就衣服都不脱了 就躺在那睡会就行了 说走就走 背包又是什么都准备好 说出发嘛 又都出发 但那情况都是很紧急的 平原 他说来就来了 说走就走 那方便得很 司令部在四处转移的同时 也在带领冀中军民 与日军展开激烈斗争 司令部的领导者们 研究了很多 让程学瑜闻所未闻 但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 化妆战就是其中之一 有时候他人很少 有时候三五个十个八个的 里面就是这样 日本鬼子又是一两个 就是卫军这么的 他又是让老百姓给他送啊 什么鸡啊 肉啊 吃点什么的 用的东西 我们就化妆从这个 他就让张庄去 要给他送东西 我们就化妆从张庄的老百姓 拿着好像给他送东西去了 实际上里面有武器 到了那儿去 因为他这个局点啊 修的碉堡 碉堡周围上挖的钩啊 钩他都是一敲啊 所以你要到局点 你过他这个钩啊 他都给你放下敲了 所以那个呢 那就是华掌头 给你送东西去 他想就想了 你就 这个什么东西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你上了碉堡就动手了 每当程学瑜 把前线战士的捷报 汇报给吕正操时 他总是心潮澎湃 恨不能也亲上战场 和敌人面对面的较量 渐渐地 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老总 把我们放到部队去吧 就是一说 这是机关嘛 我们要到部队 到战斗部队去 我的警察就冲去 不是部队啊 是老百姓啊 我们要到前一房 到前一房部队去 我在底下抗日攻击 不是前一房 是大后房 我都不让你去 当时在司令部里 还有很多和程学瑜 一样的热血青年 都热切希望 能够上阵杀敌 以此 司令部转移到 季县边界 遭遇敌军小股部队 这一次 有些战事按捺不住了 因为那个周围都是局点啊 最近那个局点 大概因为是 你的眼里低 他排了 那么二三十个人就来了 就从着我们就来了 然后以后 我们的部队 都对警戒部队啊 来了以后 就打了一家伙 这战事就冲出去了 从出去的嘴啊 他妈帮你的嘴跑了 战事击退了敌人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吕正操那里 程学瑜本以为 战事们高昂的杀敌士气 会让吕正操高兴 可是吕正操 却表情严肃 一言不发 随后 他命令程学瑜 迅速召集其他领导开会 这时程学瑜明白了 吕正操的用意 虽然击退了敌人的小股部队 但是一旦司令部暴露 日军就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围剿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迷惑日军 不能让敌人觉察到 司令部就在此处 你净了我就打 你怨了我就不理你 我就在这迷着 迷一百天再说 就这么个方法 结果的就是敌人 因为他始终就不知道 他要如果发现 你这是集中允区的领导机关 他前方百急要找你呀 找不到啊 抓不住啊 如果知道了 那他那就采取一切办法 采取那个弄你 那就麻烦 尽管敌人一直没有察觉 眼前这支队伍 就是他们苦苦找寻的 集中司令部 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放弃 这个消灭八路军的机会 傍晚敌人开始增兵 吕正操决定兵分两路进行突围 撤退途中遭遇敌军 为何敌人一动不动 那机枪都是挂着 都是端的机枪 上的刺刀 家乡沦陷 他又如何走上抗战之路 人家不能光是看前 你要看那个部队 虽然击退了日军小谷部队 但随后司令部 又被更多的敌人包围了 危机时刻 吕正操决定 司令部分两路突围 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 又一路地形条件好 还有什么绿正草 黄金 还有参谋长 他们带着 还有一路 就没这个好条件 就开阔地 就张学思啊什么东西 还有政治部的主人 就是带着一路 程学宇跟随参谋处长张学思 从大路突围 不出所料 早有敌人在路旁埋伏 然而奇怪的是 敌人竟然没有阻拦 甚至没有开上一枪 我们那儿的这家伙 一出到村以后 一看都是开阔地 就跑啊 就猛跑 那时候敌人放照明弹了 一照明弹 亮了 一亮一看 这家伙 周围都是 都是敌人 他啪那儿不动 我们这冲出去 前面是一个连 都是伤的刺刀 那机枪都是挂着 都是端的机枪 伤的刺刀 这个架是出去的 所以在照明弹一看啊 他一看 这一不得了 我们这儿的敌人 可能一不堵 对不对 所以我就看着 他啪那儿就不动 你知道 他就怕他懂什么 一动的家伙 这嘟嘟嘟 给他嘟一下 他不就完了 看到眼前数量 并不多的敌人 程学瑜意识到 更多的敌人 埋伏在了 另一条小路上 他这个地方里 这个他送的那个钩走啊 走到前面 敌人就开枪了 就把他堵住了 出不去了 后来他那个 出不去了 结果又送到我们那儿 等于我们走了 他跟着我们再出去 这次显情丛生的突围 让程学瑜深刻意识到 一时的冲动 很可能会使司令部暴露 从而酿成大祸 而看到吕正操 临危不乱的指挥 程学瑜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所在的司令部 就是抗日根据地的 中枢神经 在这里 同样也能为抗日战争 做贡献 从此 他把上学时立下的 亲上战场 血刃日军的誓言 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从那一刻起 14岁的程学瑜 再也无法安心读书 在学校我们的老师 就是地下工程党员 所以他那时候 就讲好多抗日的事 抗日就往日本侵略中国 我们要防抗日本 地质什么日货 等等这类的事 我们都干过 是吧 韩口号游行的 阻止学生在街上 1937年11月 日军攻占太原 程学瑜的家乡 离太原只有40公里 他亲眼看到 家乡的老百姓 背井离乡 四处逃难 程学瑜渐渐意识到 仅靠游行 是不能赶走侵略者的 只有拿起武器 才能保家卫国 当时我们的同学 有的就是 咱们要出去抗日去 不能当王国奴 那么到哪儿去呢 他败在我面前的 一个是 燕西山的部队 叫靖军 靖军是很腐败的 没什么战斗力 再一个就是中央军 那就是国民党的部队 那么我们当时说 靖军不如中央军 后来看到八路军呢 就中央军不如八路军 后来我选择这个八路军 就这样 14岁的程学瑜 成了当地的一名游击队员 凭着一枪保家卫国的热血 他很快便投入了 自己的第一场战斗 而战争的残酷 却让他始料未及 本来我们是要 伏击敌人的 结果呢 当于遭到人家 就伏击了 就他以前比我们都来得早 所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人家开枪打我们 所以牺牲了一个支队长 那就是我看到了 看到那些敌人了吧 日本啊 卫军啊什么 他在对面那个山上 我们在这个山上 当中是跳跪 我们往前面走 人家已经跑到我们后面来了 战场的残酷 并没有浇灭 程学瑜的抗日热情 两年后 程学瑜来到冀中 参加敌后抗战 此时冀中的敌后抗日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 地道战 地雷战 化妆战等 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 彻底搅乱了日军的侵华计划 看那不是什么 北京 天津 宝丁 石家庄 德州 在这么一个地方 应该都是 地上那个重要的地方 都在我们的威胁之下 受到我们那个根据率的威胁 我们那个根据率存在 对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它的千方百计地 要把你集中搞定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从1938年起 冀中抗日根据地 开办了抗战学院 以争取更多有知识的青年 参与抗日斗争 从北平天津来的 来的是穿的衣服就不一样 也还是比较什么 慢慢慢慢地它就变了 不是我们向他们看起 是他们向我们看起 就是这样 但是一有一些 现在回想起来 人家是好的东西 我们也当不好的 就是有苍蝇 他们就来了 又一个又大一个 又一个大一个 我们还看不惯 一个苍蝇 他吓成你这个样子 一个是这样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 人家那样是对的 程学瑜发现 这些有知识的青年 很快便适应了 根据地艰苦的作战环境 他们穿上灰军装 打上国腿 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 有些人在部队中 还担任起了 重要的侦查工作 我们这个司令部 就一个侦查课 侦查课下面一个侦查队 侦查队的 就配备的 有马 有自行车 有骑马的 有骑车子的 徒步的 这个侦查队 我们这个军区 到了一个地方去以后 他就派这个侦查员 侦查队下面一个侦查员 就到那个居点里面 去掌握情况 凭借出色的情报工作 司令部时常在敌人 眼皮底下指挥作战 打击敌人 我到游击区和地盏区别人上去 你根据地盏都去了 按那路都集点 我到什么 到博政 博政附近 博政那个太阳棋 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的局长也挂着太阳棋 那京浦路火车过来过去 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司令部灵活游击的作战方法 让日本人很是恼火 1941年初 日军加大了 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力度 从此掀起了 冀中军民反围剿的高潮 生死一现 他经历了怎样的危机时刻 飞一往这边飞 他偷下的炸当 说不定就掉到我这儿 垂暮之年又是什么 让他终生难忘 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 1941年起 日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 大量驻碉堡建据点 并实施多次大规模围剿行动 企图扩大和巩固 对根据地的占领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 冀中军民与敌人 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这一时期 程学瑜在司令部的工作 愈加繁忙 以此 司令部转移到唐县指挥战斗 吕正操给程学瑜 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 那个地方叫唐河 敌人在河北 我们在河南 是吧 那么那个河里 离敌人静 敌人正在那个唐河上夹桥 我们就休息了 这个绿正朝就布置了 说是要掌握情况 敌人桥夹好了 就报告我 同时通知部队出发 结果呢 这个到夜间的时候 大概还没天亮的时候 加好桥了 此时司令部已经和敌人周旋几日 吕正操也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考虑到吕正操刚刚睡下 参谋长拦下了前来报告的程学瑜 我说我市令员这个 我就要到市令员那报告 那常务长当着 你干什么 我说给市令员报告 他要布置点 要夹好了就要报告他 而且还要通知部队出发 是否应该立即叫醒吕正操 程学瑜一时没了主意 就在他站在门外左右为难的时候 吕正操走了出来 大概耽误了 可能有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吧 天一行没亮的 这吕正操出来到厕所 他在住的时候 和我们就是住在一起的 我就看到他出来了 他就看到我了 怎么样 那个桥怎么样 我说那个桥 桥家好几日不报告 赶紧通知部队出发 吕正操的担心很快得到了印证 敌人架好桥后 迅速派出一支小分队 并侦查到了司令部的位置 随即派出飞机 随即派出飞机 对司令部进行轰炸 随即派出飞机 我们在路上 敌人飞机炸了 那一次我也叫得很危险 因为什么呢 那个飞机是个伤钩 这两面都是伤 我们是往这个方向走 飞机从这个方向来 从我们后方来 我就看着呀 偷下炸弹三个 一个两个三个 好家伙都坏了 飞机往这边飞 他偷下的炸弹 说不定就掉到我这 有什么办法呢 没办法呢 山里面 我说哎呀 他的山又是直的 他又没有什么灌弯的 我藏着一个什么灌弯的地方 没有啊 都直的 就看着下了 我没办法 我说赶紧吧 我就叫从这个 这个炸弹那个方向 我偷从这个方向 我经常的 怕得越低越好吧 只有这个办法了 后来啊 就想了 结果呢 我一看啊 我这没什么事 好运气 让程学瑜躲过了一劫 凭借对地形的熟悉 司令部继续在山沟中 隐秘行径 可是最终 还是被狡猾的敌机 再次发现 随时把那杯的那个行径骨啊 那不是铁的嘛 金属的嘛 行径骨 那个可能放光 所以那个飞机 他就把它当成个目标了 炸弹投到那个地方去了 结果那次的伤亡十几个人 张学斯能经务员都服伤了 战友的伤亡 让程学瑜愧疚不已 而吕正操的一番谈话 把稿子 我当时我就跟着 我说司令员 主要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没及时地向你报告 因为你当时说要不及时地报告 我没及时地向你报告 主要是我的问题 总说着他来了 说什么呢 我就说这个事 啊那那那 这不是小城的事 是我不让他报告的 你看 这长不长眼 是他很高的 所以说是 接受教训吧 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 1941年7月 刚村宁次被日本天皇 清典为华北方面军司令 为了能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他调集数万日军 在冀中实施烧光 杀光 巧光的三光政策 并在根据地大量安插据点 在程学瑜看来 那段日子是他在冀中度过的 一段艰难时光 就都起了变化了 就是大部队都待不住了 他安了一千度据点 你想那么个 那都是叫什么 抬头望岗路 一抬头就看到敌人的碉堡了 你在任何地方 只要一抬头 周围都是敌人的这个据点碉堡 叫脉步孤陋沟 你只要一走 就是敌人的拱路或者敌人的风速沟 就是电调 领 列 沟 路 城网 就成了这个状况 1942年5月1日 钢森宁次再次调集日军5万余人 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 对冀中进行所谓的十面出击 铁壁合围大扫荡 冀中军民也由此拉开了五一反扫荡的序幕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 冀中军区共歼灭敌军一万余人 同时部队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逐力部队被迫转移到山区 程学瑜也跟随司令部 撤出了冀中根据地 微发生的一合后就没有在冀中了 那个时候在冀中坚持的 那还是就穿便衣了 也不背大枪了 把枪都搞成半截子的 就是那样的 穿的便衣 带的短枪 穿的面大袍 就是那样的 1944年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此时吕正操已被调往 禁随根据地任司令员 程学瑜则跟随杨成武 回到冀中继续抗战 这一次他终于实现了 自己上阵杀敌的愿望 这次回来以后 那就和冤了就不一样了 这是十四年的九月嘛 你看到十五年 这一年 就是我们主动向敌人进攻的事就多了 就像不是过去舱啊 堵啊 跑啊 都不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当时这个洋葱到了集中以后 第一是正寻部队 把部队都都组织起来 这个重拾起来 装备起来 训练 三个月的时间 干这个事 对啊 然后呢 就组织战役 注重了进攻地 就打了一个重级公司 一个下级公司 我们下级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